ENCE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見 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的 Everyday Foundation Routine 就是我最近的底妝 現在是素顏啊不是這個 就最近的底妝 之前我發一些教學的時候 大家就是還蠻稱讚我的底妝 然後我想說那我就趕快來錄下來跟你們分享 因為其實我的底妝會一直變 所以我就想說我趕快把現階段的底妝錄下來給你們看 然後其實我大概一個禮拜前就要錄 可是你們應該都知道我眼睛過敏的那件事吧 就我這隻眼睛很紅很紅很紅 就張不開胃光然後我還去看醫生 所以就是中間就我沒有辦法錄影 所以我現在眼睛終於恢復啦 所以我就趕快來錄影 就是我在美國目前還沒有對於美妝產品 就是瘋狂的購物 你還記得那個影片嗎 就是我找國外代賣的那個影片 然後那時候我在台灣請國外代購的美妝品 我就買了很多欸 所以我想說學生嘛 我想說先把那些用完然後要買的話再買 所以我今天介紹的還是上次代購的那些東西 用到的底妝 代購那些的底妝產品 我沒有特別去買新的 而且我用的都是很便宜的開架式的品牌 我請別人代購的那個如何代購 我就把它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你們把它點開來看 然後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我點進去 右邊可能會有一個找我尋價 就是你可以把你要買的東西貼給他看 他會告訴你說可以 那這樣是多少錢 所以因為我知道我介紹一些 你們沒辦法在台灣買得到 你們應該都很想把我掐死 所以我就想 還是跟你們想一下 我那時候是怎麼找待買的 就是點開下面的連結 其實沒有很麻煩喔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好 那我現在就要來分享我的底妝 我現在的皮膚 我覺得暗沉比較嚴重 倒是沒有長什麼痘痘就是了 那首先呢 我要先用一個是 YOLO的這一支產品 它是 就是類似可以讓毛孔比較不明顯 也是類似妝前凝露那種感覺 的底妝 就是讓毛孔比較不明顯的產品 所以我都塗在這邊 然後它塗上去就是 好像類似會 嗯 讓你的皮膚變得比較 光滑 還是說就是 比較不容易出油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還蠻好用 然後它還蠻小條的 就我帶過來說 它就長這樣 所以我就是 蠻省著用的 就是我塗在容易出油的地方 就是我這邊的有毛孔 然後鼻翼跟額頭這邊 就這樣 OK 會不會太遠啊 這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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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這樣 再來呢 就是大家一直狂問我的底妝 底妝我用的是 Remote的這個 Match Perfection 這一支呢 看得到嗎 Match 它有點反光了吧 就是Remote的Match Perfection 如果 覺得我講得不清楚的話 我都會把這個產品名稱 跟打在下面的 一樣是Description box 你們就可以去裡面找 那 這一支我用的色號是 130號 恩 True Ivory 然後 我覺得很好用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然後它非常便宜 大概 不知道 就兩三百 三 我那時候是特價的時候買 所以大概兩三百 兩三百 兩三百 兩三百左右 就我覺得非常划算 然後 那 我就來上囉 首先呢 我會 我會把 它打開是這樣 然後 因為那時候我還記得嗎 我在台灣買的時候 它都沒有給我刷頭 所以 隨便啊 我就是都沒有 我已經習慣不用刷頭了 一開始還很不習慣 我都會先把它 就是倒在我的手上 這裡 然後 我記得我上次有分享過 它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然後 我就把它直接這樣 點在我的臉上 我好像擠太多了在手上 就是 我喜歡 點開 然後再上 我就是一個斑點人 這樣子 OK 再來呢 是拿出我的最愛 就是這個 Beauty Blender 的這個 海綿 然後它已經有點髒了 我要去清洗了啦 然後 這海綿真的很好用耶 我覺得新手真的是 可以去買這個海綿 它真的 很好上 好 我現在要趕快把它上開 不然我就是 遠端看起來我就是一個 多焦點定位的人 好 然後我就這樣把它 點開 壓開 你可以用壓的 也可以同時用推的 我都是很隨意的用 好 一邊 這是洞 一邊 方便 嗯 可以吧 好 壓在上面 然後上那個比較邊邊的地方 你就可以用尖的地方上 看 還不錯吧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底妝 我覺得我一定會去吞破 那就是再給你們看一張 像這樣子 好 再來呢 是遮瑕 然後遮瑕呢 我用的是 也是上次在找美國代購的時候買的這一支 是 Maybelline的 Fit Me系列 我買的顏色是15號 Fair Color 就比較亮的顏色 那我要上的是 因為我現在在這邊 我很喜歡讓眼睛這邊比較亮 看起來精神比較好 對 所以 我會把它上在這裡 然後鼻子上面而已 然後 這樣 我每次 上遮瑕的時候都會長這樣子 就登登登 OK 然後我就會用尖尖的這一頭 我去把它 我半推半壓的上台 很貼吧 我覺得 Fit Me這個我也很喜歡 我已經快要用完了欸 很誇張 因為我每天都會上遮瑕 OK 我現在底妝是貼到一個不行欸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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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底妝還蠻 真的蠻喜歡的 再來呢 是定妝 我 我現在發現 就是 只要 有 那叫什麼 只要你有上遮瑕膏 只要有上粉底 因為 天氣比較熱的關係 如果 你定妝的話 你會很想哭 就是你 可能 現在畫這樣漂漂亮亮出去 大概 30分鐘你走路 你就是全部妝都已經毀掉 蜜粉我其實沒有覺得什麼牌子超級好用 或是什麼牌子一定要買 我覺得 對現在的我來說 蜜粉最大的需求就是 你要真的可以定妝之外 要便宜一點 因為 我的那個 蜜粉用量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我用那種很貴一小盒的話 我 我心會 所以呢 我用的也是remote這個 叫做Stay Matte 就讓你保持霧面 Stay Matte 這個牌子真的就是很便宜 我記得我買了 這個 跟Bronzer一起 一個 可能才四塊吧 美金 就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們到時候要找代買買的話 已經 要付國際運費的話 我 誠心建議你們 可以把這種 便宜的產品都一起把它扛回來 反正 運費都已經要付了 對 我會特別在有上這條地方 用這種比較小的刷子 來沾蜜粉 那我用的這個蜜粉 是 我用的這個刷子是這個牌子的 叫做 叫做 Real Techniques 我覺得可能看不到 我會打在下面 叫Real Techniques 它叫做 Setting Brush 就是 setting用的 所以呢 我就會用這個 然後 隨意的沾 然後 剛剛 剛剛有特別先上遮瑕膏的地方 我就會把它 是 都用這個 蓋上去 所以我比較不容易脫妝 鼻翼 然後 額頭這邊 我好像在 有一次的Vlog裡面有出現過這個刷子 然後大家就一直問我 然後我就想說 我以為我介紹過了 就後來發現 因為我在那個美國代購的那一篇 就是根本沒有介紹過 然後再來呢 是拿出大的這支刷子 它叫做 Blush Brush 它就在本來是拿來上腮紅的 但是我覺得 上腮紅 我不喜歡 這一種圓圓的 它感覺是有很可愛 那種圓圓可愛的 我喜歡腮紅是 有角形的嘛 對 所以 嗯 我這個把它拿來當 大的蜜粉刷 這樣 然後 整個臉上 這樣你的底妝就會完全定住 就不會有那種脫妝的危險 再來呢 是要先上修容 可是 可不可以先讓我補個眉毛 好 那 我接下來就是要上修容 因為你看喔 如果我不上修容的話 我的臉這樣是不是覺得 蠻平的啊 就是 有沒有 就是覺得臉整個很平 就是很平 所以呢 我一定一定會上修容 那我用的刷子呢 是我之前有分享過 是在 無印良品買的 然後 我 我沒有包裝留著 然後它上面沒有任 印任何的字 就是無印良品嘛 所以呢 你們就記一下它的樣子好了 它這邊有一個 邊邊的感覺 這裡有一個凹的 凹進去的那種扁 然後它的刷子是長這個樣子的 所以 如果你們 嗯 有在找這種比較扁的 腮紅刷 或是修容刷 可以去去神使 可以去無印良品看看 好 那我用的一樣是這個 Urban Decay Naked的 Flushed 就是 修容系 美 我現在用這個用得超開心的 好 我現在先沾修容的 好 放在這裡 我會這樣上這樣子欸 就是我喜歡的 現在喜歡的修容是這樣 我是always都不一樣 所以 我真的要常常更新我的上妝步驟 就是 從 凸出來的圈骨這邊 然後往中間 往下 然後再往上 往下這樣子 還不錯吧 看得到吧 這個深度 ok 然後再來呢 要上一點腮紅的感覺 所以我會用很前面的頭 然後沾一點點這邊 腮紅 粉粉的 然後上在這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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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我就是有修容 然後也有腮紅 就是 還ok吧 如果你今天想要綁頭髮 然後覺得自己額頭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再拿修容比方 然後上在額頭這裡 就是我 我其實如果有綁頭髮 或是有時候覺得今天自己臉好像特別大好 我都會上一下這樣 再來 嗯 一個是我覺得很 嗯 重要的步驟 就是如何讓底妝真的看起來很亮很透 因為我雖然現在看起來皮膚不錯 可是你不會覺得 他臉很亮 就是很亮對吧 除了要有點出油之外 就是目前就很正常 那我的小步驟呢 就是用這個 Urban Decay Naked Flush的這塊 中間這個打亮色 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一樣用這個小的刷子 Real Techniques的這個刷子 然後沾 沾給你看他很驚人 讓我移動 好 上在 這邊 看得到嗎 還有一個 看得到嗎 這個亮亮的 這裡 就是 看得到吧 這裡 就它會讓你的 打亮嗎 所以它會讓你的底妝比較亮 我都會上在這一邊 然後 額頭這邊 然後 鼻翼 呃 鼻頭不是鼻翼 然後 下巴 然後再看要不要加強這邊 這樣底妝 就是其實會亮很多欸 我現在的底妝 你看到 你們看到有亮亮的感覺嗎 就是這邊 因為光線的關係 所以你們應該只看到這邊 因為這邊 欸也有啊 對就是 呃 我現在喜歡上的底妝就是這樣 就是拍照的時候就會覺得 臉很亮 這是我覺得 一個小技巧 然後 很重要的另外一點 當然也是你的 自己的底妝選擇 要比較貼妝一點 如果你的底妝 很 很 怎麼講 很乾 或是很不貼妝 很乾的版 你就要剝落的話 那你上這個 亮亮的會更 會更糟糕 對 好 那接下來要上唇膏 然後因為我講的是我的 Everyday foundation routine 基本上我的foundation routine 就是我的 每天上學的routine 因為 我上學的時候 就是不會畫眼妝 因為沒有人 在看嘛 每個人都在讀書 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基本上上學就是這樣 然後可能再加一個唇膏 然後這我已經介紹過超多次 這個是Maybelline的那個 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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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唇脆 然後 它的顏色是Matte12號 嗯 你看我現在嘴唇就是 這樣子 的顏色 然後 槍哥 然後 馬上就是 展開 而且它是霧面的 就還不錯 然後不會很崩 這就是我的 Everyday foundation routine 基本上我的底妝 都是長這樣 現在看得到 亮亮了對不對 是不是 還蠻明顯的啊 對不對 我在螢幕這邊看起來很明顯 就是 嗯 我覺得加一點那個打亮 會讓底妝看起來更好 然後我還是會上修容跟腮紅 嗯哼 好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 Everyday foundation routine 然後 然後 嗯 我 我之後有想說要跟大家玩直播 但是我不想要玩 就是台灣的那種APP直播 或是 我也沒有Facebook小勾勾 所以我也不能玩那個Facebook直播 但是 在美國 YouTuber 或是Blogger這邊有一個 他們很常玩的直播網站 所以 嗯 我打算之後再來跟你們玩一下直播 感覺蠻好玩的 對啊 所以 嗯 你們可以再跟我說 你們 想要看什麼樣的影片 因為 我最近真的蠻忙的 然後 有時候我都覺得我跟你們承諾 接下來要錄什麼影片 然後 可是因為 嗯 在準備課業 所以 又沒有辦法 就是 很 準時的把東西交出來 我覺得很抱歉 所以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 bear with me 然後 這是我們 下次見 掰掰 我們 下次見